现在2023年这不是也接近尾声了吗 刚才那个咱们这个大领袖Emily也说了啊 现在到了party的季节了 都是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 一晃呢这一年也要过去了 在咱们这个科学界呢每到了这一年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科学动态的这些报告给大家 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科学这方面吧 最主要的就是有两本这个杂志 这两本杂志呢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年有什么新的技术出来了 或者是说有什么重大的这个新闻啊消息啊 都会在这两本比较专业的这个期开上的这个发表 其中呢一个就是我们美国科学促进学会的 这个科学这样子的一本杂志 它实际上是一个周刊每周都有 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它呢就会有一个科技成果的一个一个就是总结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英国伦敦的这个这个自然 这两本呢有点并驾齐驱啊 很多就是重大的这个发明啊都会发现呀 都会在这两本这个杂志上呢会刊登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文章或你的观点能上到这两本杂志上去 就是说可以说是在这个科学界你就登到这个这个塔尖上来了啊 所以今年呢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消息了哈 就是科学这个杂志呢平出了2023年的哈 这样十大科技突破奖颁发给了这个不同的项目和公司 其中呢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移高血糖素 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激素 把它提出来以后呢 嗯把它打到人的身体里边去呢 就对这个糖尿病啊 对这个减肥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今年呢这个突破就是说 这个血高移糖素哈 这个药它呢不仅对刚才我说的这个啊 血糖有好处 更重要它现在对心脏啊对中风啊 对其他的一些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作用 所以由于这个优秀的它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那个它的性能吧 能让我们的身体呢通过啊移高血糖素不仅啊 用于啊这两个你像糖尿病啊肥胖 实际上都是像流行病一样了 现在在这个现代人生活当中呢 啊得这种病的人是啊很多很多啊 都快已经形成一种流行病了 现在呢又对心脏啊 对这个中风对这方面又有一个突破 所以可以说给咱们这个啊 这些慢性病啊带来了这么一个福音吧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得到了一个啊这个冠军的这个名号在这里边 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得奖的这个哈 它是个医药它还是一个药 你使用它的时候呢 它也有副作用 比如说啊会有这个肠梗阻 一线盐 有的用于肥胖的时候 这个肥胖呢也有可能还会反弹 而且呢这个代价呢也特别特别大 使用它呢一个月就要花一千多美金 你才能使用得起这个药 所以呢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 anyway它会给我们这个啊 这个现代病带来了这样一个福音 是非常棒的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 我怎么会想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科学的突破啊 跟我们这个SRI的这套主动健康管理方案 它是怎么挂上钩的呢 大家应该在曲里也都看到了啊 就说哎呀这是一个福音 因为哈这个胰膏血糖素呢 在我们SRI这整套产品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个基因表观的 这样子的一个遗传学的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当中呢 我们是对八个这样的带有基因编码的 这样的蛋白质呢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观察 在这个实验当中呢 得出来的数据也是非常的喜人 其中呢移高血糖素呢 作为一个基因编码的这样子的啊 一个因子 或者是说我们 有人 大家听到很多词啊 就有的人说是因子 有人就说是激素 有人就说是酶 有的呢 干脆就告诉你 这个就是一个蛋白质 实际上呢 这些呢 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 都是一个事儿 实际上呢 都是一个蛋白质 蛋白质呢 就是说因为激素 它也是一个蛋白质 有多少个氨基酸组成的这个啊 这个因子呢 也是只是说 他用的在 比如说就是一个人 哎 你在这个家庭当中 可能呢 你就可以当妈妈 不好意思啊 我给关门一下 不好意思啊 那个就是 比如一个一个人的这个 一个人在这个家庭当中 哎 可能就是小孩的妈妈 对吧 又是这个小孩老了的 又可以 又是女儿 是吧 就是说在这个 也有可能是儿媳妇 所以同样一个人 你从不同的角度 来给他命名的时候 你的名字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说的是一个东西 这个血高移糖素呢 你 我们就认为 它就是一个 能够对我们基因 发生一些变化的 这样子的蛋白质 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 都具有这个功能 所以呢 这个移高血糖素呢 是跟基因编码有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蛋白质 在我们这个实验当中 你看这个血高移糖素 比如说我们的维德 看看这个 GLP1 它上升了 百分之三百四十八 这个呢 是一个体外的实验 所以呢 就是说一个细胞 当在维德的 这个环境下的时候呢 它就会这个细胞 它内在的 这里边的 这个编码基因 它就会开的 就会更多 就跟这 我就是比喻说 我们它起作用 就像我们这个屋子灯似的 平时实际上 我们有一百个灯 但是它不见得都亮 可能我们亮十个就够了 但是呢 如果有亮十五个 是不是就更好 就会亮一些 对吧 如果你要是 只亮了一个灯 你就会显得 就会暗一些了 对吧 说明你的机能就下 所以在一个平常值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功能 往上提升的时候 那我们这方面的能力 就会加强 对吧 就像这个灯 你亮的多了的时候 你就会更亮一些 对吧 所以这个移高血糖素呢 当它提升的时候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细胞的 这个功能 在这个方面 你就会有所提升 如果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遗传学 是一个体外的 这样子的一个 假如 现在应该我们这公司的 还要做这个体内的 这个表观遗传学的 这样子的一种临床 一种观察 这个实验 如果那个实验又出来 我就想 就咱们这个标准的 这个 你能做到一半的话 咱真的就能得 内部尔奖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 这样子的一个突破了 你看 在这个理论上呢 我们 这个 现在是一个理论的值 出来 这个GLP1呢 它升了 三倍多 对吧 所以刚才呢 就是说 咱们现在得奖的这个药 对我们人类 有这么大的贡献了 对这个慢性病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个 更好的这样一个希望了 所以你看 我们 它 它就直接 这些就是从外边的补充进去的 所以它有一些风险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营养素 激发我们细胞内在的 这样子的血高胰糖素呢 让它分泌的更多 那这样是不是更安全 对吧 都是我们自己生成的 所以呢 它的安全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尤其就适合于 这些个前妻的 所以我们就先治胃病 就是 这个病还没有形成 还没有到了那么严重的时候 通过我们内在的调节 一个像细水长流一样 慢慢慢慢的 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 就把我们这方面的问题 就会给它解决了 所以你看 这个宜高血糖素 当它提升的时候 我们会解决 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会解决这个肥胖的问题 会解决心脏的问题 对吧 这个新的这个科技突破也告诉我们 血高益糖素 跟心脏 它的这些功能 也是有相连的 是吧 在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在从 这个除了这个 临床上 我们这个药 达到这个了 在这个科学 这个研究方面 实际上呢 GLP-1 它不仅仅影响 我们的血糖水平 影响咱们的这个脂肪代谢 影响心脏 实际它影响的面呢 非常大的 比如说 它实际上 对我们的大脑 也会有影响 对我们的肺 也会有影响 对这个肝 对肾 对这个胰脏 甚至对肌肉 对这个肠 就对咱们的这个胃 对这个心脏 这个心脏已经证明了 对甚至舌头的这个健康状态 都有 现在证明是有联系的 所以咱们人体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机的成体 我们从一个物质上 一个蛋白质 它的功能 你就能看到 它是协调工作的 完全的 就是不是说 它是一个 不是完全孤立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 来实际上告诉我们 我们人体实际上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现在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接近 感情我这一个 我们一个里边的这个 这个基因的编码 它会主宰一部分 但是呢 它们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 这样一种关系 咱们死瑞呢 就是说 比你这个药还要高明 我们就是说 你这个药就是说 比如说治这个 很严重的 因为它的剂量大 它的效果呢 可能就好 就是有一些副作用呢 它也是能承受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 治胃病的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亚健康 还没形成一个严重疾病的时候呢 死瑞的这个方案 会更好的来帮助我们 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死瑞这个产品 厉害不厉害 非常伟大啊 尤其是这个表观仪全学的这个实验出来 可以说是走在了这个世界科技的最前沿了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咱们这个这个2023年十大科技突破的第二个呢 是跟一个病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现在健康就可以说就是已经在科技在各个方面哈 人们都言都会引起我们这个高度的重视哈 健康尤其是这些 进入了这个现代社会以后这些现代病困扰了 真是对50%以上的这个家庭哈 都受到了这些啊 亚健康啊 这些慢病的这个影响 甚至更高啊 所以第二个病呢 就是阿兹海默症 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 你看啊 咱怎么翻译它呢 我也不太不太知道 它好像叫什么 啊 I can name up 它这个药呢 通过实验 现在已经临床 已经得到了这个证明了哈 它能够让这个阿兹海默症呢 能够下降27% 啊 有的更好的实验呢 能达到了35% 所以它有这么优越的啊 这个性能 所以呢 就被这个FDA呢 就是批准啊 美国和日本现在都让啊 这个药能够用在治这个阿兹海默症上了 这个药呢 实际上呢 它也是一种啊 针剂的哈 它的量呢 比较含量的就比较高 你知道吗 实际上呢 这个呢 也是一种嗯 激素类的 当你打啊 使用了以后呢 大部分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人 对阿兹海默症呢 都会有一个控制 有个很好的这个作用 它也有副作用 副作用呢 就是说 就会出现了 有的那个脑 那个脑啊 就是这个肿胀了 有的呢 就是有这个脑出血的这个风险 甚至呢 有的人还有这个生命的这个风险 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到了晚期的时候 就是严重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 所以有的时候 就说哪个好 我们选药也好 选保养品也好 实际上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的过程 不是说这个就是绝对 就是number one 就是最好的 这个呢 就是次质 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你是怎么来选择 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 你这个人得了非常 阿兹海默症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你就是啊 就是有一些风险 相对于他现在糊涂了 就是他也有生命危险了 那你愿意也可以 就是有人就说了 哎呀 你用这个药 你这个治好的几率只有30% 你是愿意做还是不愿意做 你家长选择吧 对吧 所以呢 实际上 你就是有一个比选的过程 但是你一个正常的人 或者是说 你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你看到有这么大的风险 你肯定就不选择了 对吧 但是你如果不选择他 你会更严重 可能会更痛苦 也有可能 你很快的这个人 就没有了 那我们也愿意 哪怕他一个小几率呢 我们也愿意选择 对吧 所以这都是人之常情 所以呢 这个药呢 因为他能拯救一批 得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些人 让他们呢生活的更好 就出现了一些经常遗忘 实际上呢 你就是有点这个早期的这个阿兹海默症了啊 所以就要注意了 有的呢 就比较严重了啊 那再严重的可能就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了啊 过期的事也忘了 对吧 这是比较严重的 再严重的就影响了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了 所以他也分成了不同的这个期 所以咱们现在啊 推动全球健康运动 包括我们自己 要 就是防范于未然 咱们要治这个胃病嘛 咱们都是这个大师啊 帮着自己治胃病啊 也帮着别人治胃病 就让这个病还没有发生 或者是刚一露头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把他控制住 最好呢 能让他啊 能逆转 让我们回到这个健康的这个状态 所以咱们这个3公司 他这套这个整体方案呢 他跟阿兹海默症 实际上呢 也有对阿兹海默症啊 有一种预防 他减缓 甚至让他恢复的这样子的一些能力在这里边 这里边呢 我就是把咱们这个6款里边的对大脑 尤其是对阿兹海默症 有这个正向这个关联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预防 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些的成分呢 我也罗列在这里边了 在这呢 我想再说一句哈 就是实际上一个病的发生 它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 我们经常就可以听到 尤其免疫啊 或者一些啊 这个现代病哈 这医生他也找不到这个主要的原因 就像这个阿兹海默症实际上就是简称就是老年痴呆啊 这个老年痴呆呢 实际它的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它是也是慢慢慢慢的 大家总体上认为 这就是个老年病 它就是说当我们的神经系统进行这个随着时间的流失啊 它就会功能性的这样减退了 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失智了啊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怎么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走到这条路上来的呢 原因呢也是很复杂的 有人就说是因为我们神经啊 这个系统当中的一种传导的物质 当它减少的时候 慢慢慢慢越来越少 那我们就越来越傻啊 还有的人呢就认为呢 是里边有一个β的这个β类的像酱糊 这么这样子一个形状的这种蛋白质呢 它在大脑中堆积多了啊 就会形成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事实 而且呢这个现在呢主流的治疗的方向呢 主要的就是让你这种啊 蛋白质在这个大脑里边的堆积呢 看看怎么能让它减少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得了这个第二大奖的啊 这个药 它呢也是从这个啊 β类淀粉从这个角度呢 来治疗这个阿兹海默症的 有的人呢还觉得是另外一个啊 有一种胶淋巴系统 在我们这个大脑里边 它主要就是清洁大脑里的这些毒素的 当它清洁能力少了 小了的时候呢 那也容易得这个病 还有一种就是哎 发现凡是得了这个病的人 有一种叫tau的这种蛋白质 它就会增高啊 就会异常跟你正常的不一样 所以有人就想哎 是不是老年痴呆 跟这个蛋白质的异常活动也有关系呢 还有呢一个啊 最近哈应该前几年吧 有一个报告就说就发现我们口腔 牙周炎 在这里边的有一个有一些细菌啊 它也能通过哈 它能跨越这个男觉屏障 进入我们大脑里边去 当这个病毒进入我们大脑的时候呢 就容易得这个老年痴呆 还有就是说这个脑血这个屏障哈 如果你的这个功能低下了的时候 这个病毒也容易进去了 所以呢 也是一个啊 老年痴呆的 这样子的一个啊 可能性 还有比如说血压高啊 肥胖啊 这些都可能会引起哈 这个病症 有的就是比如说头受伤 也可能会伤及大脑 也会出现这种痴呆的现象 还有呢就是说啊 是一种家族的这个遗传哈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这一大堆 我主要的就是想跟伙伴们分享 实际上一个病 当它发生的时候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不是一个 是有很多种 所以为什么这就是说 哎 我们有时候吃药 人家都是装科的 他把这个堵住了 他没把那个堵住 所以他可能能缓解啊 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是他不能根治 因为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呢 如果啊 常言到就是病从口中入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口中入的啊 我们的这些个营养 实际上我们吃饭 这个饭我们吃的这些好东西 特别重要啊 咱们像这样吃天然的呀 要吃的啊 就是污染少的呀 我们非常仔细哈 就是做好这个膳食的合理的膳食啊 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 从本质上来讲 这些饭呢 它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这些个饭里边 这些菜里边 这些好的分子 能让咱们的细胞 能让咱们的机体 能够利用上 把坏的把它排出去 只要是这个好的 需要的你进来 坏的能够排出去 只要这个啊 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啊 这个病呢就能够解决 因为咱们这个身体 它是很聪明的 它从啊 我们吃进来 到我们排出去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大段里边 那采生的这些个反应 我们没有法 没法去计算 科学家说哈 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是人体一个大工厂 从一开始食物进来 到最后出去 一秒钟就有十亿次的 这样子的化学反应 所以每一个化学反应 都会采生新的蛋白质 实际上化学反应 就是生成新的这个 很大程度上新的能量啊 或者这个 我们人体需要的蛋白质 你采生 所以它中间过程中 这些东西多的是 有的我们管它叫酶 我们有的管它叫激素 有的管是 实际上都是这个过程中 采生的这些化学的物质 也就是说 是我们一个蛋白质 是不是 上是怎么代生的 这里边呢 也是很复杂的 所以只要我们把它提供的 这些东西丰富了 全面了 让我们 我们人体工作的时候 有东西可用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是很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们就是不治 它也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说 哎呀 你说你这东西都变成了神药了 它不是神 因为我们人体 它自身就是一个神奇的 我们坐在这儿 我在这儿说话 你们听 你们觉得神奇不神奇啊 再仔细想一想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相信咱们自身的这个能力 比相信这些外在的 有的时候呢 就会更好 但是我们呢 也要利用这些个科学手段 怎么能更好的 给咱们这个身体服务 替咱们身体呢 做一些事 不让它这么辛辛苦苦的 咱们呢 尽量把好的资源 我们这个营养 这个正向的分子呢 递送到我们身体当中来 对吧 所以咱们这个死瑞 这个整体方案呢 实际上也是从我们人身体的 整个六个方面 基础的 最基础的健康出发 就是第一 像我们韦德 你就是要这个营养 全部都有了 我们人体必须的有五十种 对吧 我们里边有150多种 这样子的物质 还有这个成分在这里边 有四个 这些我就不用说了 有四大这个什么 有四大专利 是不是 所以有四个非常优秀的配方 再加上这有脂肪酸啊 所以我们需要的营养 全部都包好了 咱们这一袋 就顶你几十罐 你都不用去吃了 所以就非常棒 对吧 所以营养你就全了 所以这个韦德 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的 因为我们吃 自己从食物当中 你不可能吃到这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个 有13种 坚果组合的 这样的一个 superfood的 这样的一个配方 是一个专利的配方 那13种水果 都是从不同的国家的 它有的 在这个巴西 叫巴西圣果 有的在印度 叫印度圣果 对吧 有的在我们中国 也是中国圣果 都是这种圣果集的 这个姜果集合在一起 你说如果我们自己吃 能吃这么全呀 它是不可能吃这么全的 所以呢 韦德这个钱 是绝对是最值的 就不白花 把这个整个世界上 这些好东西 全都汇集到这一款里边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 这个非常的 非常棒的这个维德 再有就是我们 把相排毒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把相这几大器官 全部都能 心脏 就是肝脏啊 肺啊 还有肾啊 对吧 还有这个泌尿啊 还有这个皮肤啊 对吧 就能把这个 把相的毒排出了 淋巴的毒也能排出去 重金属也能把它 熬合了 把它排出去 这样就解决了 我们体内毒素过多 来伤害咱们人体的 这样子的问题 对吧 其中阿兹海默症 不就是有一个吗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 这个胶质太多了 实际上 当你过多的时候 它也是一种毒素 很多人就说 哎呀 补这个蛋白质 补这个小分子太好 实际上呢 就是说 咱们很多的东西 好和坏 你要仔细的研究 当你这些小泰的东西 你补入太多 如果我们人体不能够被它 被我们人体所利用的话 它就是最重要的毒素 就是泰 在我们人体当中 这个你们可以Google一下啊 就是说毒素 你查一下它那个概念 实际上最重要的 就是这些个碳 在我们人体 不起作用的 要把它排出去 这是最重要的毒素之一 再有就是说 哎 我们人体的 怎么恢复我们人体的机能啊 我们人体有干细胞 有再生和修复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有一个支持 对吧 那个就是锐利 非常非常棒啊 就是指标 从这个表观遗传学上看哈 锐利的指标是最棒的了 它对八大基因 都产生非常好的这样作用 现在人们很多人就是 有一阵特别风靡 这个NMN啊 现在就是当然了 FDA下架了 很多人知道了 不吃了哈 它的原理呢 就是说 就是说以前呢 有个诺贝尔奖 就是说NAD 这个啊 蛋白质 或者是这个呢 就是一个编码的基因 当它的啊 提伤的时候呢 它就会对 Third One 这个长寿基因呢 起到了一个 启动的作用 但是谁又让这个 NAD 产生的多一些呢 哎 有人 有科学就就就就说了 哎 经过他研究 发现 哎 有个叫NMN的 这个东西 实际上至少有两个哈 都会对这个NAD呢 有一个正向作用 这个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啊 这个就是说 是啊 一些科学家 他们的论断啊 不是诺贝尔 诺贝尔是NAD 对这个Third One 这个长寿基因 有这个作用 所以呢 这个NMN呢 哎 又好像就是这个NAD的前提 所以呢 他们就用这个 微生素B3呢 把它催化成 这个NMN 这样子的话呢 就觉得吃了这个 NAD就多了 但是你多了多少啊 我是没有看到报告 如果谁要找到这个报告啊 跟我跟我分享一下哈 我们也学习一下 他这是一个推论 但是咱们这个瑞利呢 在这个表观遗传学里边 他的这个实验就证明 瑞利对我们的细胞 他的这个NAD 他的量就提升了 百分之六十四 这个是有一个标准值的 就是说 你吃瑞利 你就直接这个NAD哈 就能够提升了 NAD提升了 就等于这个Third One提升了 这样对我们的长寿哈 就有好处 就保护咱们这个 那个端利哈 在那个 那个那个染色体两端 那个鞋带似的 当他被磨损的时候 我们寿命就在减少 对吧 所以呢 Third One 如果他工作的好的话呢 你这个端利 那个头 你就磨损了 就会慢 这样就是直接的 我们从基因上 你的这个长寿 就得到了一个保护 就减缓了你的这个 咱们这个衰老 所以说 这Third One 也是非常这个 风靡 也是风靡哈 因为它是一个 抗衰老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标志 所以你看 我们在这个 再生这方面 有支持了 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想年轻 你是不是 哎呀 你说我这儿不疼了 你说我这个 我这手不抖了 很多人就觉得 没什么感觉 因为也没看见 但是一看 比这个脸 变得特别漂亮了 很多人就说 这个产品 真有效果呀 是吧 所以外在的这个表现 就是让你就看着 就年轻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也有一款 这样子的这个产品 那就是扣丝了 对咱们的皮肤啊 头发呀 指甲 都有很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 保护作用 就是胶硬蛋白 里边还有脚蛋白 脚蛋白呢 我在这里 再说一下 就在咱们扣丝里的 这个脚蛋白 实际上呢 它也是我们大脑灰质的 最主要的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之一 当这个大脑灰质 你减少的时候 就是我们大脑外边 有一层灰的那个皮 你看到那个 那个大脑的 那个模型了吧 你当 我们家实际上 就有一个 放哪去了 对 这儿了 能看见吗 行 这个 它的这个大脑 那个趋回的 那个表面上 就是那个灰色的 那个东西 就跟一个层皮似的 包着我们这个大脑 这个大脑灰质 如果你特别厚实 特别健康的话呢 我们 就是 你也有快乐的感觉 你的精神状态也好 所以对老年痴呆啊 对很多的这个精神类的病呢 都会有保护的作用 这个东西呢 当它流失的时候 它是不回来的 就是说 现在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说 它的这个 回来的这个 这个机会呢 就比较少 当这个灰质流失的时候 我们呢 现在呢 实际上这个脚蛋白 当我们吃这个 扣丝的时候 就对我们这个 大脑的灰质 它的营养 有一个补充的作用 这样我们这个 灰质流失不就慢吗 是不是就对我们 这个大脑 就有好处呢 对吧 所以呢 那个这个 扣丝啊 不仅仅是一个 让我们看着漂亮 这样的一个产品 实际上对我们人体 方方面面呢 都有一个 很好的作用 包括里边 它也有这个 这个葡萄芝啊 OPC啊 对抗氧化呀 也是有好处 你看我说了 刚才我们公司这几个 还有两个 没说 一个就是说 我们抗衰老 就是抗氧化 对吧 这个些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一抗氧化的 这个N倍 我就不说了 它太大名鼎鼎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怎么保护我们 不受外在的 这个伤害 我们通过 口腔 通过鼻腔 会把 这个我们 存在这个环境当中的 这些病毒啊 可能会带到 我们体内当去 所以我们 一生俱来 就有保护啊 自己 免受这些病毒 伤害的这种能力 但是呢 因为时间啊 因为压力啊 因为这个吃饭啊 方方面面的原因 我们自己人类啊 伤害自己 对我们的免疫力呢 也是啊 大幅的下降 尤其是自体攻击性的 这样子的免疫病啊 就是比比结识啊 像泪风湿啊 像这个 红帮蓝疮啊 像一些就是习惯性的这些腐瀉啊 像硬皮症啊 实际有很多的 都是因为免疫啊 这个 还有一些淫泻症啊 就皮肤类的 实际很多都是免疫引起的 自攻击性的这种疾病 所以咱们这一套系统呢 它是方方面面的 整体的啊 组合在一起 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比如说我这个 阿兹海默症啊 在这里边呢 我就总结了一下 我们这套产品当中 哪些物质 对咱们这个 老年痴呆有好处 所以当伙伴们 遇到了这样子的 病人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哈 有指导性的帮助他们 为什么死瑞这套 整体的这个方案 对这个阿兹海默症 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呢 就是说 我们在恩贝当中 有一个 真叶樱桃 浓缩的这个果汁 这个姜果 它的花青素非常独特 而且含量很高 它就可以对大脑 接受一些 它的受体 就是所谓的受体的话 你的营养 或者你这个物质基兰 你必须一把 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一样 它有在这儿接着的 你这个东西 你才能进来 你没有这个受体的话 它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呢 在这个里边 它就能改善 我们大脑的 接收的这个能力 再有呢 就是我们有几个产品当中 都有这个石榴汁的提取物 这个呢 里边就是有 它是柔花酸啊 它是含量最高的 在这个石榴汁里边 在这个石榴汁里边 超过了 就是有40% 其他的这些水果 都比不上这个石榴汁 在这个柔花酸的含量上 它能够帮助咱们的 这个胶原蛋白啊 来这个 来这个生成 刚才我说了 你看我们大脑里 有一种胶原的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它帮着 我们清理结合 大脑里的毒素 当它增加的时候 我们这个大脑啊 不光是老年痴呆 帕金森啊 一些脑的这些个疾病呢 都会得到改善 所以多喝石榴汁啊 有好处 咱们这里边呢 都是浓缩的啊 把这个你自己喝 可能我们这 一个恩贝里含的这量 等于你自己 也喝好几瓶了 所以呢 就是说 你看扣丝和这个恩贝中的 这个石榴汁 对咱们大脑 防这个痴呆呢 有好处 我们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保护咱们 对吧 还有你看 在这个疫苗当中呢 有一种这个香菇啊 不叫香菇 叫狮子中蘑菇啊 它呢 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菇里边 它是一种真菌 它里边有一种成分 能够帮助我们的脑细胞生长 而且呢 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呢 它能够让他们保持一个 很好的一个联系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咱们的大脑的机能 不就提升了吗 所以呢 这个哈 石子中香菇 它对这种记忆啊 这种进行性 记忆丧失的这种退行 尤其老人慢慢 这种渐变式的 这个退行的 这样子的 这个脑病呢 就有好处 所以对老年痴呆 它就是一种神经性的 退行性的病变嘛 所以呢 这个菇啊 就是非常好 在咱们这个疫苗当中呢 有 还有就是 我说这个葡萄籽啊 实际上我们有 两三款产品当中 都含有这个葡萄籽 葡萄籽里的多分物质呢 就是非常的广泛 其中呢 里边也有这个OPC 有一个德国公司叫PM 它专达OPC 所以呢 这个OPC呢 它也是一个 发青素的一个前提 这个 这个前提呢 它能够也是 帮助咱们这个大脑 能够很好的 这个抗这个大脑的 这个自由基 对我们大脑的 这个伤害 所以呢 也会从这个角度 来帮助我们 这个实现 让我们这个 记忆力啊 别减退 保护咱们这个大脑 还有我们这个 我刚才说的 这个锐利 锐利当中 实际上就咱们 那个黄皮 那个黄皮当中呢 就有这个MCT油 它是一种中链的 钙油三脂 所以 这个呢 脂肪啊 对咱们的这个神经系统 有好处 对大脑的代谢呢 也有这个调节作用 还有就是 维德当中 还有一款 它就叫五味子 从这个五味子 提取的这个精华 里边呢 叫活性的木脂酶 它这个成分呢 就能够预防 这个神经 这方面的这个疾病 包括这个精神的 比如说有一些 精神分裂症啊 焦虑啊 或者是 它能够有这个 抑制你这个 依赖性的 比如说对酗酒啊 都有好处 所以呢 对这个 阿尔兹这个海默症的 这个老年痴呆呢 也有 也有一个 正向的一个 好处 还有就是说 咱们这个 这个那个 恩贝里边 这个玫瑰 玫瑰 印度的 玫瑰 玫芝粉 这个 这个 这个天然的 这个浆果呢 对咱们这个牙齿啊 牙齿的卫生啊 有很好的 这个作用 尤其是对这个 口腔里的 这个菌 抗这个 口腔菌啊 有独特的 这个 能力 所以呢 它能够防止 咱们这个 牙炎出血呀 牙里边 这个 细菌 滋生啊 所以 这个水果呢 就非常的棒 刚才咱说了 老年痴呆 是不是有一种 口腔的 这个 病 这个 这个病毒 细菌 也能够会 可能会影响到呀 所以咱们 这款产品 又是从 这个方面 就能把这个 漏给堵住了 再有呢 就是说 咱们这个 维德当中 有一个 Omega 3 Omega 3中的DHA呢 这个 这个脂肪酸 它对大脑 有好处 所以对这个 老年痴呆呀 还有这个 头部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脑 大脑啊 都有这个 很好的作用 实际上脂肪酸呢 是我们很多 很多细胞 都离不开 DHA呢 又对这个脑细胞呢 又有很好的 这样这个作用 还有我们知道 就像这个 这个Vitamin D呀 还有这个 矿物质 萌 在这个 维德当中 我们有一个 这个 这个 腹锡 萌 消化酶 大家注意了吗 五大矿物质 其中就有 萌 萌呢 实际上 它是维持 正常脑功能 不可缺少的 这样子的物质 它对咱们的智力发展呀 思维呀 情绪呀 行为呀 都有一定的 这个关系 其中萌 对这个人脑 和中枢系统的工作 也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它对 对抗这个老年痴呆呀 具有一定的 这个疗效 所以你看 我说了这样子啊 从这个几个方面 十几个方面 十几个这样子的成分 在我们这套 整体方案当中 都对我们这个啊 大脑啊 对预防老年痴呆呢 起着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如果我们从这个表观遗传学 这个理论上来推的话 你看 韦德 对我们的脑 这个BDNF 实际上呢 就是脑 这个神经营养因子 就是说 这个因子开放的时候 我们神经系统 包括这个大脑 大脑是和神经 是连在一起的 对吧 他就能够有很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能力 所以你看 韦德就能够提升 百分之 八百四十啊 等于就提升了八倍啊 所以你看 如果使用韦德的话 孩子们 记忆力 是不是就会有帮助啊 尤其是高级思维 情感啊 高级的这样的 这个思维能力呢 都会这个提升 和这个精神因子 有直接的关系 你看这个锐利啊 这个锐利啊 这个这个锐利 这个大脑的 这个因子 也上升了四倍多 对吧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啊 这个 我们这六款当中 只有这个锐利 这一款哈 对这个 长寿这个基因的启动 得出来了一个百分之 一百六十四啊 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就这个就非常好 非常棒啊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公司 就是说 哎 我能对这个 NAD 他能提高多少 有一个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指导作用 就不太清楚 现在也有单独卖这个的 所以你多少是合适 多少是不合适 尤其他这个是个沉默基因 这里边实际上 也有很大很大的学问 就是好多的 我们这个成分 你高了也不好 你低了也不好 对吧 所以说是一个适量的 啊 我们人体自己激发的 这样的一个适量的 是最佳的 所以外部都存在着 一定的这个风险 好 今天呢 我就是也也讲了 这么时间也不短了 大概呢 我就从这两个哈 咱们这个新的这个科技动态 跟咱们这个结合 我们这个新的表观遗传学 和咱们哈 一些 我们存在这些成分 对起的这些作用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对比 这样在大脑当中呢 我希望呢 咱们伙伴就有颗弦 我们SREIT的这个哈 主动健康管理啊 它是从最基础的 这个营养出发 保证咱们最基础的 这样的健康 这个呢 既平凡又伟大 因为我们离不开 离不开这些东西 花里糊塑的东西呢 现在市面上也非常多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是 为什么要特别谨慎 就在这了 再有就是说 一个病 它是方方面面的 你只有一个大的配方 一个体系化的 一个东西 才能真正的改善 咱们的这个健康 是吧 所以很多人就想保养 怎么保养啊 就很简单 就SREIT这一套 就是你不用再想了 你就拿来 按照啊 这个丹博士给提出来的 这个怎么使用 就按照这个去 好好的使用一样 你使用一个周期 三到六个月 就是等于 给你来一个大修一次 大修一次之后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再使用单独的啊 加强一些 然后你再过一段时间 你再啊 比如说一年之后 我再大修一次 然后我再慢慢的 我再调理啊 重点调理一下 这样呢 让我们这个身体呢 是形成一个螺旋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上升 因为你一个周期 我们的细胞 就会被修复一遍 对吧 但是修复的时候 它不是说 把你所有的都修复了 只是说 我又生成了一遍新的 在这个新的当中 可能有很好的 但有的新的当中 它还要带有一些残缺的 那我下次 我下一轮再来的时候 我又把那些坏的 我慢慢又把它给修复了 我再出来的 又是好的 好的细胞越来越多 那我们的身体 不就是越来越好吗 对吧 所以我也期待着哈 我们使用死了一下 我们就会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健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